大家好,歡迎收看每週一股的環節 逢星期四,我們請來的嘉賓有耀才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黃偉豪 坐在旁邊,為我們推介股份 Raffy,你好 你好 事不宜遲,看看你上次三個星期之前 跟我們推介股份是6188的迪信通 看看股份的表現,雖然恆指跌了1300 但股份仍然跑贏了大市 跌2.4%,跌5%下來 而恆指跌了5.33% 不過因為跌了下來,都是止虧了 由於幾個星期前,總是三個星期前推 從上一版,你見到的幅度來講 是叫排輪大市 但當中的波動性都比較大 曾經跌過去四個搖宜以下,即是這邊的位置 而正正在之前自己推出時,就叫大家四個三 就是剛剛做止虧了 變相,如果以這三個星期內的波幅看,就曾經跌到 所以整個策略上說,就真是叫止虧了 但這樣看,雖然就止虧了 但如果你計算幅度來講,其實不算虧損太多 因為當時叫大家四、四、七去買 那你四、四、七,可以計算四、三左右 都是大約一毫多指左右 變相大約5% 我覺得這個規則性可以接受 如果以現階段來講,叫止虧了的話 就有得它 我覺得留意其他機會 特別看一看,譬如今天來計算 不自己推薦另一隻股份,做學長部部署 好,看看迪信通,現在繼續做四個五號六 較中收市價來講,暫時都沒有升跌 來到全新的一個星期 Rafi,你為我們推薦什麼股份 這個禮拜推薦一隻雙公環保概念股 最主要做污水處理的,編號九六七的雙德國際 好,我們都看看 去分析一隻股份之前 去看看,究竟它是做什麼業務 其實都看到,它是涵蓋了供水 以及污染處理的一些服務 其實都看到它的重心 擺在一些三四線的城市和一些農村的地方 都看到海外方面 好像東南亞和沙特阿拉伯 都有它的業務 但是看到,下面就說供水和污水處理項目 採用的模式有三種 不如都跟我們講講這三種模式 究竟有什麼分別 其實以桑德理計,剛才都說 最主要做一些污水處理和供水的業務 就是一站式中學為主 的確,據點就是三四線城市 這些就不多說了 的確就說回三個模式 你看到版面的 就是EPC模式 BOT模式和ONM模式 EPC中文就是總包項目和服務的一個模式 簡單來說,三者面向的一個服務對象都是政府為主 即是變成一些地方政府 可能給他們一個單位去做 當然,無論什麼模式都是這樣的一個方法去做 而模式上就是他們做下去有些不同 EPC來說最主要是幫政府做完整個前期的工作 無論籌備、設備、安置、建設等各項目 但之後就不涉及營運了 做完之後就給政府去做一個 即是他們自己營運 這個就是EPC模式 而BOT模式就包含建造 亦都包含營運 但營運完之後不是永久的 可能是幾年的時間 即是一開始簽會簽約三五年左右 到三五年後,營運成熟之後 亦都有人轉移回政府去自己營運 而最後就是ONM模式 就是不涉及前移工作 即是不包含任何建造 籌備等等 純粹因為這個項目本身已經有了 即是假設某個地方政府 他已經有個污水處理項目在 但我一向營運得不好 變相交給桑德去做營運 以及做維護 即是桑德只是負責去營運 營運完之後 這個就沒有說何時會交還 但就保持營運維護 所以在記者的模式上看 都會有他們不同的一個做的方法 我們都知道他們有三個不同的模式之後 都去看看業績方面的情況 都看到2014年的中期業績 截至今年的年度 就是6月30日的6個月 其實看到整個業績都好像不錯 交到功課 叫做所有東西都有升幅 收益都升超過一成 由13年的14.75億 都上升到14年的16.35億 至於看到毛利率 都上升了0.5個百分點 去到30.6% 還有看到除稅前的日利 上升大升了三成二 而年內日利都上升了三成八 不過都想問一下Ravi 說收益就升超過一成 但除稅前日利 還升得多過他之餘 還升得多很多 升成三成二 究竟為何會有這樣的分別 還有看到毛利率 就去到三成以上 增加了5個百分點 是否都算是收貨呢 由於回到這兩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 除稅前日利增長三成多 價格的收益增長一成更加大 當中的主因其實幾關於 以回到會計總值下去之下 當中有幾個數目加起來 造成這個刺激 當中譬如其他收入 我剛才說到他們做了幾個模式 特別BOT模式 就是幫忙建造營運最後轉移 而當中涉及會收取一些 應收服務特許權的款項 即收回一些費用 他們收到這份之後 其實就變相沒有太多用途 可能就會拿回去做一個儲蓄 即是阻礙大家方的銀行的一個存款 而這件事就會產生了一些利息的收入 而這一部分 去年 剛才這半年來算是大升成三成四 變相都造就到 整體隨稅前日利都有個大升的異味 而來也有關回其他虧損一個下降的現象在這裡 因為其實桑德除了本身的業務之外 其實他們都有一定的一些衍生工具在手 而這些都有公運值的變動 而去年就挺大的程度虧損 但今年回來之後 這個的虧損性就降低了 所以令到整體隨稅前日利都有個明顯增長 至於毛利率方面 30.6%其實算高 因為以他們的工程來說 其實毛利率的變化都比較大 整體維持到三成樓上的話 都算是比較健康的 所以你看到今次回來 還有0.5%的上升的話 我覺得整體的表現來說 的確調做得不錯 是的 看到整個大數都是令人滿意的 都看看他們的業務分佈 剛才我們第一版也有談過 就是那個模式 現在來到業務分佈方面 都看到藍色的就是總包項目和服務 佔比有超過8.7% 按年都上升了9.8% 而佔比排行第二的就是佔7.5% 都是去到1.29億的 1.29億上升了7.8% 就是他們的營運和維護方面 至於設備裝備 佔比小的就是5.4% 雖然有個下跌 但是佔比不多 所以我們都去看看 就是營運和維護方面 佔比雖然排第二 也不夠總包項目的多 但是它的升幅非常之凌厲 以及顯著升7.8% 會不會說二三線的城市 或者三四線的城市 接下來的污水處理項目 都會增加 令佔比再加大 有這個可能性 的確你看到這個版面上看 唯一差點是設備裝備 但是好就好在 佔比是小 變相都沒有太多影響 但是另一邊雖然這樣說 看回O&M方面 你看到增長顯著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覺得幾關翻 一來過去的基礎小 然後一下子有個數番 都會見到一個明顯的增長 二來就可能過往 很多三四線的鄉鎮城市 那些污水處理項目的設備 是比較落後和不完善 仍然覺得不好 然後最終交給桑豆去做的時候 都令到這一部分的收入 有一個明顯的上升 而隨著接下來 我相信這一方面的戰備 有機會繼續帶下去 因為始終我覺得這些落後 比較落後的城市 本身還有很多設備不是太完善 變相交給桑豆做的機會性 還是比較大 而且其實我都會說 本身在這一方面的行業 都算是一個比較龍頭 變相以下能力比較強之下 我覺得慢慢這方面 業務的壯大性 其實都會有在 好 我們看完業務分佈之後 亦都是預測 接下來的營運和維護方面的情況 可能會佔比會再加大 看看整個行業的狀況 都看到有一個水十條 或是加強城市折水工作的通知 其實都想問Rafi 究竟這一個水十條 如何可以利好桑德國際 或者其他水業 以這方面來計 其實早幾月之前 住建部和法國威 都聯合發佈了 水十條 當然名字是有十條 但實際上網都找到 沒有確實邊十條 但見到今次重點來計 很多都是在水水裏做 例如污水處理 都會看得比較重要 所以最終如果真的走出來 我相信對污水處理的公司來講 都幫助性很大 而特別近期 其實見到這個水十條 已經開始上賦國務員 未來只要國務員審批完之後 再加上修訂 其實大家預期年底前 精夏有機會出台 而最終出台之後 這裏見到可能涉及 國金額都兩萬億的話 變相對最主要做一些 叫做污水處理的公司 特別是桑德 都是的話 我相信幫助性也會大 而特別它本身 最主要的據點 就是三四線的城市 而這些城市相對空間 或者發展的潛力來計算 其實還是高的時候 我覺得受惠性來計算 其實會比較明顯 所以這裏簡介情況給大家看 但其實這個 如果最終出台後 我覺得都會變成桑德旗下 其中一個旅行屬存在 基本面做得不錯 業績也不錯 接下來年底又有些政策出台 可以扶持這個行業 我們都先跟進到這裏 這節的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 我們都會繼續跟進這部分的情況 休息一會 稍後再見